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通过一条短片了解一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 目前在中国大约有1.9亿人需要接受专业的心理治疗 但是人类并未对心理疾病有足够的重视 甚至是怀疑心理治疗的效果 其实心理治疗是通过专业的手段来解决患者的行为思想问题 而且心理治疗师是受过专门的训练 并在专业的架构下为法律和法规所认可 林俊博士首位华人心理学博士 荣获英国专业催眠及心理治疗协会颁受院士资格 香港催眠医师及心理治疗师工会主席 香港临床催眠学院校长 多间机构之催眠及心理治疗顾问 林博士您好 我们刚才说到了心理治疗 也提到了心理咨询 我想先问您 其实一个健康的心理到底是什么样的 健康的心理就是能吃能睡能工作 那就是健康的心理 可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话 肯定喜怒哀乐各种情绪都会有 那每一天可能如果说今天 可能我情绪不好 我可能是吃不下或者睡不着 这就难道说就形成了这种心理障碍了吗 那我刚刚说是能吃能睡能工作 这很正常的能吃 这是你平常吃多少就吃多少 如果你吃小了或者吃特别多了 那就是一个问题 如果你能睡 那睡觉我们可能每天晚上 一个一分钟 可能是八个小时一个会 但是如果你每天晚上睡的时候 很难可以入睡 或者是醒很多次 醒到的时候很累 那可能要要注意一下 那如果工作的话 你心情下面会影响到工作 那当然你可能八个小时 都在工作里面 在办公室里面 但是仍然你工作的 可以专注的只有半个小时 那其他的可能你想着其他的东西 可能在哭 那就是一个问题 OK 那一般来说心理就是出现异常了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就会建议他去看这个心理治疗 我们这边一般都说 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影响到 你平常的生活工作 那就要 那可能我刚刚说的 如果平常生活的话呢 就是我气不下 气到我很饿 如果没有力气去起来走动 那就要看 我去工作的话 我做不到什么工作 老板骂我 什么人都觉得 你其实是不是应该请假 休假回家 那就是一个问题 那一般来说 什么叫做心理治疗呢 心理治疗这个过程 到底是怎么进行治疗的呢 心理治疗可能跟你刚刚说的一样 我们在电影里面也看了很多 都是躺在那个沙发 真的是躺在沙发上的 有的沙发可以躺 沙发可以躺 起码是一个很舒适的 一个自我治疗 没错 然后我们真的是去 找一下他的问题在哪里 那如果你刚刚说到的 那个心理治疗的话 那可能不找那个精源 那个可能就不去找 就只是把你的情绪啊 可能行为 小微的提醒你一下去怎么做 给你发泄一下那个情绪 我们刚刚说的治疗呢 就是要把那个根源找出来 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情绪 那那个情绪是怎么样发生的 可能那个时候是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事情 人把你放到这个情绪里面 但是你当时可能没有把它解决好 往后影响到你工作 那我们要找出那个原因 那一般来说这种心理治疗 你刚刚讲了有一个很沙发让你躺 或者说起码是一张很舒服的这个凳子 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那个过程可能就是他来的时候 他已经觉得有问题了 那都肯定就 首先他会说他背景是怎么样 一定影响到什么东西了 那我们就看一下 那个影响的东西 是不是是真的影响的东西 有的时候他可能说 我回到工作的地方 我看到我老板就好不开心 我看到他我就没有工作情绪了 再问下去的时候 可能是原来呢 是我旁边的那个人 那个同事 我跟他已经不是什么有限 但是他是老板的那个team的人 那所以呢 他说什么老板都会对我骂 什么东西 所以我见到老板 我就说啊好烦 但其实原因不是在老板 所以类似的东西 我们要找出那个真正的原因在哪 那这个找的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不断的在听这个病人 在倾诉的一个过程 对 他听他倾诉 还有我们要把它分得好 善的那个资料 把它弄好 找出那个原因 因为有的时候他们 东一个西一个 但是他可能没有经理好 所以他其实也不知道原因在哪 你刚刚提到说这个心理咨询的话 就不需要找这个根源 可能只是说 把表面的这个问题帮他解决了 对 那么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的话 他的这个对象 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象其实一样 就是时间上有不同 嗯 心理治疗的话 时间可能比较强 啊 长到一个什么 强到如果是国外的话 我们一般都说半年的一年的时间 可能是每一个星期见一次 好好好 但心理辅导的话 心理咨询的话 我们就可能是呃 四到八次都已经完了 就已经可以了 嗯 嗯 那这个 如果说在这个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的话 呃 是不是也需要配合一些药物的治疗 嗯 如果你光是去看心理治疗师 嗯 或者是心理基层师 嗯 他们是不可以用药的 嗯 因为他们不是医生 嗯 所以就没有药物在 嗯 所以说他们是其实是配合着西医的 这个 这个诊断 加药物 然后再加上一些心理的治疗和辅导 嗯 要看那个严重性 嗯 如果很严重的话 那可能要用药 嗯 如果没有那么严重的话 就可能就刚刚我们说的心理治疗 跟心理基层都可以了 嗯 其实现在这个都市人 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一些心理的这个障碍 或者说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情绪病 那么如果说这种长期的这个精神障碍 到底是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是长期的话 我们可能就真的是气不下睡不觉 嗯 我们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就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嗯 那也可能影响到我们跟朋友啊 跟家人的沟通的关系 好 那是我们觉得比较麻烦的东西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病人 其实是去了来找我们以外 嗯 我们还需要他在朋友 或者是家人里面去帮助他 嗯 如果他那个关系不好的话呢 可能他回到家里面啊 跟朋友出外的时候啊 也可能会有人把他会拿成是笑病啊 怎么样的 可能那个病情就会比较麻烦 找朋友倾诉其实也可以能够解决的 那平常我都说 如果能找朋友倾诉的话 这个没有统计说肯定是 但是有一次研究说 可能如果你家族里面 以前有人是有那个精神病患的 嗯 那你发病的几率会比较多 但是不一定 如果说从这个心理治疗来说的话 嗯 主要是哪几个范畴的这种精神类的疾病 是可以接受心理治疗的 其实所有有关精神类的那个范畴 都可以用心理治疗去做 嗯 就只是我们刚刚说的 如果很严重 要用药物的话 那可能要配合那个 那个西药去帮助 那不然的话 什么都可以用心理治疗去做 嗯 就比如说如果说 我们人在这个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看到 就比如说有的 尤其是在学生阶段 啊 学校如果说自己身边的学生啊 或者说老师啊 突然之间发生了什么意外的时候 学校一般都会请这个心理治疗师 嗯 这个其实是不是就是 你们就要大排用场的时候 如果刚刚你说的那个 可能他们会比较多是 心理治疗师 哦 因为他们就可能 看到那个发生的状况 嗯 他们的心情不好 可能是不开心啊 怎么样 那就是把它那个情绪 发泄一下 然后 往后的可能是一次 未来的那个 行为啊 生活下面怎么安排 嗯 这个方向比较多 哦 这样子是 治疗师的那个责任了 如果说 比如说 我们平时 有一些的人的性格 不是特别的好 或者说 在和人各沟通的过程当中呢 呃 可能欠缺一些啊 啊 那么通过这个心理治疗的话 能不能真正的改善他一些内在的东西 比如他的性格啊 为人啊等等 我们说性格呃 呃 很多时候都是 长时间的慢慢去改变出来的 嗯 我们可以用呃 呃 呃 那个行为治疗 各式应制行为治疗去慢慢去做 好 要把一个正面的 可能是大多数的人 在那个年龄层 那个背景 会是怎么样做 要给他知道 嗯 让他知道哦 原来平常应该是这样子做 是 对对 那就慢慢去改变也可以 也是可以的 嗯 那就是说接受了心理治疗之后的话 无论是有一些是某些变态的一些行为啊 或者是说他自己受到了一种情绪上的这种很大的困扰 是不是通过心理治疗能够让他痊愈 呃 那个要看 如果我们说啊 我们把它做好了 但是他回到那 他的那个生活里面 那个环境没有变化 嗯 也是在同一个环境里面 那就可能他再 再次的机会会比较多 可是这个很难说啊 因为他他每一天其实都生活在同一个环境当中的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做完了治疗以后 也会把它的未来去把它规范一下 那可能去找一个新的那个 那个团体啊 工作的单会啊 要他改变一下 那避免了以前会看见了碰到的东西 嗯嗯 其实我想知道心理治疗是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您刚刚讲到了 就算比如说我进行一个半年的心理治疗啊 嗯 那么这个半年的这个这个疗程结束之后呢 嗯 他会不会还是需要和心理治疗是保持一个长期的这种沟通 嗯 我们一般的话 可以建议头半年的话可能回来两次 就看一下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心理情况啊 或者是怎么样 过了一年可能就一年来一次就OK了 哦就可以了 OK 那么通过联博士的介绍呢 我们了解到其实心理治疗呢 是通过专业的手段来解决患者行为思想的问题 并且呢能够排解患者的一些心理疾病 那么应该如何的判断自己是否应该接受心理治疗 以及各种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会继续聊 做你时间的主人领袖的选择 高贵的设计凸显个人品味 美国最受欢迎的时尚万表 领袖选择的万表 美国JG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 大家好 欢迎回到健康加油站 我是高璐 刚才呢通过林俊博士的介绍 我们了解了什么是心理治疗 但是怎样治疗心理疾病 以及如何自我判断心理疾病呢 我们先来看一条短片了解一下 心理治疗是心理疾病患者寻求治疗师帮助 并矫正其思想与行为的过程 简单的说心理治疗就是通过各种方法 运用语言和非语言的交流方式影响对方的心理状态 从而改变患者的感受态度和行为 并且减轻或消除是患者痛苦的各种情绪行为状态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的理解同情等心理反应 就是生活中最值得提倡的心理治疗方法 林博士 其实这个心理治疗方法到底有哪几种呢 一般我们香港的话可能是行为治疗 跟那个 Cognitive Behaviour 就是应知行为 应知行为 认知行为 那这两种到底是怎么个治疗方法呢 我们很好奇 行为治疗就比较像我们在家里面 爸爸妈妈叫小孩 那你要几点钟做什么 做到什么程度 那往后把它记录下来 每一天就是说治疗之后 他回家也要做这些功课的 对 那我们功课可能就给他一个表 然后表上面说 你几点钟要做什么事情 要把它做好 那往后病人就说 Tick 我就做好了 那是一个功课的行为治疗 那当然我们给他功课之前 我们可以告诉他 为什么他要做 他做了之前跟之后有什么分别 所以他来的那个问题 原来是通过那个工作 那往后就变好了 可是变 他要回复那个正常的生活的那个方向 那就是行为治疗 这比较简单 那孕制行为的话呢 就配合这个行为治疗 还有就是要把它那个概念又改 是吧 概念可能是他从小父母教他的东西 也可能是在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 因为我们不是说父母教的 跟学校交的会错 那可能有的时候他接收的时候 会接受错 我们又把它改好 这个就是应治行为的那边的方法 那通常你们在治疗病人的时候 是单一的产用一种 还是说两种结合在一起 那平常要看一个实践 如果是强实践的话 我们可能不同的方法也会用 如果是短实践的话 我们可能只会挑一个方法来用 拥抱自然啊或者说养一些小动物啊什么 这些会不会对他的这个病情有一个舒缓呢 其实这十年啊 我们说心理尽量里面发现出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技巧 你刚刚说的拥抱大肌炎啊 拥抱树木啊 还有养一些小狗啊 也可能会每一个人那个感受不同 有些人就觉得 我在大肌炎里面很开心很舒服 可以把我的那个负面的情绪啊 每个东西都把它放出去 然后把那个亲身的东西都吸进来 那如果你有这个感觉 ok 那你就去做 因为这个就可能是你可以自己做的治疗 因为你做完以后 你真的那个心情上面 情绪上面真的比较好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你要把它看仔细一点 就是那个源头已经解决的没有 因为我们说如果源头没有解决的话 那可能以后也会恢复恢复过来 但是如果我们说那个源头已经搅好了 你再用你刚刚说的那个大肌炎的方法 那就更好 因为你感觉非常好 ok 其实在这个治疗过程中 我们可以想象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一个病人听诉的过程 甚至可能是病人的家属在倾诉的过程 起码要先让这个医生了解他病人面临的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他主要的问题在哪里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治疗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肯定要先了解他的那个发病的原因 什么时候发病 为什么会发病 因为可能你会说 同一个环境 同一个东西出来 同一个事件 不是每一个人放在那个方位都会要发病 那肯定是他其他的背景 那我们只是在去找出他的特点 因为如果我们知道不是每个人会发病的话 那肯定有一些是他接受不了的东西 我们现在要慢慢去问 问出来 那这个没有别的方法 就真的是透过我们一问一答 那个问出来 问到以后我们才知道 哦 原来是这个问题 那其实是他以前的一些概念 还是刚好就是那一天的一个情绪感受 我们要知道 所以那个过程里面 可能我们会问到很多很多的答案出来 有一次可能是我们病人也没有自己察觉的东西 可能是他觉得是别人的东西 那我们就说 那个别人的东西只是在你的世界里面是病人的 其实在整个社会里面是特殊的 特殊的 所以我们就有把它那个概念改过来 这是我刚刚说的一个认知里面的那个什么东西 但是我在听你介绍的这个过程 我有个感觉 就是如果说去做这个心理治疗的话 病人首先他要极度的配合 他要真的是肯把他自己那些的很多的东西 要讲给这个医生听 如果是问到了一个病人 他本身是不善言辞的 或者说他自己本身把自己包裹的很严 他不想讲的 那这样子你们怎么进行治疗 这个也有 有的时候是医生机构要他过来见我们 这不是他自己愿意的 那可能坐下来聊两句的话 我们都知道他来只是坐 不是要谈聊天 但我们可能真的会说得很清楚 那我们进来了 你不想说你的东西是OK 但是我们也要面对以后的东西 你怎么样才可以不来 这个是他最需要的东西 因为他就不想来嘛 那就是他要不来的话 有某程度的要配合我们 就可能他不说他以前的东西 但是他可能会说以后 他往后那个生活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可以用心理辅导 心理基础的一个方法 让他去规范一下 未来的那个生活是怎样 也可以是一个治疗里面 我们会做的东西 如果是他是自己愿意来的 那要不想说话 那就肯定有一点点其他的问题 可能是他不相信那个我 其实他总是要面对一个陌生人 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他不相信我的话 但是他也从不同的人里面挑选了我 那可能有一点点是他同意的地方 那我就把他那个类似的那个事情 跟他说以前的人也有碰过 是怎么样去解决的 他通过什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跟他有什么类似的 给他知道原来我那个问题 那个人那个治疗是做过的 也还是可以成功的 那给他一个信心 那个也是会有碰过的 打个比方说这个恋物癖 像这样子的人的话 你们一般来说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解除他这种变态的这种想法 如果是已经判断是恋物癖的话 我们就要看一下他有没有影响到其他人 如果他只是在他的房间里面 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们觉得是可以的 因为他没有影响到其他人 也在他跟其他人交谎的时候 没有把那个行为做出来的话 我们觉得他还是可以保留那个行为 但是我们也要给他知道 其实大多数的人也不是怎么样 应同他的这个行为 他要怎么样去做 是比较安全也会舒服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 有病一定要医 那不是这样 而是有病的话 是在什么情况是在有病 是那个国家里面是一个病啊 还是全世界都说那个是一个病 如果只是那个国家的话 那可能是道德问题 可能是法律的问题 那就可能 那你移民呢 因为他那个行为他很开心才会做 如果只是社会的匯范不可以做的话 那去其他可以的那个社会 那就很开心的可以生活 从心理治疗师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像这样子的一些行为 比如说常人会觉得很难理解的 可能会真的对他会嗤之以鼻 从你们治疗师的这个角度的话 你觉得所有的存在都是可能 都是有道理的吗 我觉得是 因为他在做的时候 一般我们都说他是很快乐的 当然有的时候会做的时候很快乐 做完以后他说 哎呀为什么我刚刚哭这样的做 我不应该这样 那那个比较好 因为他知道不应该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不应该的权材的话 那在他的生活里面 其实是很完美的 但是他起码也知道 这样子的行为 如果说公众于众的话 别人会对他批是什么样的态度 对 但是有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 互联网太厉害了 他们会有一个群众 就是同一个类型的人 他们会沟通 你是怎么样做 我是怎么样做 那怎样做会比较开心 怎样做不会影响到其他人 他们也会是这样子去联络一下 哦 如果说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这种年轻人 甚至有些的明星 都开始这个吸食大麻 这种事件不断的在被曝光 其实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心理问题 才引致他们去采取这种行为呢 有很多人都说 要用那个精神科的药物 去解决那个生活的压力 是 比方说我们喝酒也可以可能是 但是有些人是做运动 也可以解决 那其实跟心理是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说 它吃那个药物吃到上瘾了 跟心理没有什么关系 有 这个方向就会有 有关系 但我们说那个 要解解那个 心理药物啊 各有些大麻啊 类类的 光靠那个心理治疗是不行的 因为它真的是有那个 物气在生理方面去影响它 你一下子把它拖了 拖你的话 那它生理可能会有些变化 它是承受不了的 所以我们同一时间 也会用那个药物 跟心理治疗两边一起去做 其实年轻人可能最多面对的 一种精神上的这种受挫 可能就是失恋啊 或者说 比如说在失恋的时候 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引致人 采取一些其他的 比较极端的一些 一些生法去面对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也是需要 这种心理治疗师 对他给予帮助呢 其实现在香港已经很好了 有很多中学 都除了有小工以外 还有那个心理寄存师在 那如果他们有时间的话 也觉得跟那个 娟家去谈的 有帮助的话 我们是非常的鼓励他们去说 说话的跟他们 因为就是在我们 念书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的时候 是情绪的起伏特别的多 那如果那个 起伏落差比较大的时候 没有人去给你一个方向 各式给你调节一下 那可能我们做错事的机会不较大 无论如何 可能在这个情绪受到困扰的时候 还是要正面它 要去想办法去解决它 不然的话时间久了 可能是对我们的这个身心 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好的朋友们 我们的节目到这里 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今天非常感谢 林俊博士做客健康加油站 为我们解释了心理治疗的相关问题 那么心理治疗的主要的目的 在于解决患者 所面对的这种心理困难 或者说心理障碍 以减少他们的忧虑 恐慌等精神症状 改善病人的非适应性的行为 包括对人对视的看法 从而促进其人格的成熟 而且也更好的适应生活 所以说呢 当发现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时候 应该去积极的去寻找心理治疗师 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 都欢迎您在我们健康加油站的 微博留言或者说发电邮给我 感谢您关注 由LSM集团独家冠名赞助 播出的健康加油站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本节目由LSM集团独家冠名赞助 自闭症是一种因神经系统失调而导致的发育障碍 患者不能进行正常的语言表达及社会活动 那么自闭症到底释出何因 有没有办法根治呢 敬请关注星期六晚健康加油站 专家为您揭开自闭症的神秘面试